马上快过年了,年味越越来越重 每个家庭都会吃一样食物,那就是水饺 大家都知道,煮新鲜的水饺是很好煮 但是冻水饺却很难煮 因为一不小心就会破皮粘锅 今天就教大家一个小妙招 这样主厨的冻水饺不破皮不粘锅 而且筋道又好吃 赶紧跟视频一起来看看吧 速冻水饺和新鲜水饺的煮法是不一样的 我们需要多加这一步 一起看看吧 我们将冻水饺放入冷水中 这个步骤可以使水饺慢慢解冻 并且补充在冷冻中流失的水分 避免后续加入热水中造成开裂 放着一分钟就可以把水倒出 可以看到饺子已经没有冰霜挂开了 当水烧开后我们也不要着急把饺子放入 我们需要在水中加入一大勺食盐 现在就可以将饺子放入锅中 煮饺子的水一定要多 这样饺子不容易粘到锅上 开大火煮 这时不要盖锅盖 用勺子沿着锅底轻轻推动 避免饺子粘连一起 当水煮沸 我们加上一些冷水 然后继续煮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饺子完全没有一点粘和破皮 冻水沸腾之后再加一次水 最后继续煮直到饺子全部飘起 当饺子全部浮起来 而且特别饱满的时候 那饺子一定是煮好了 现在就将饺子控干水捞出即可 煮饺子前加一点食盐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加盐后饺子不易粘在一起 口感会更好 怎么样呢 饺子是晶莹剔透吧 看起来就非常有食欲 所以用这个方法煮的饺子好吃不破皮 你一定要试试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这个煮速冻水饺的小技巧 大家学会了吗 如果你有刚好的方法呢 也可以下方评论区留言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